早了,我们要出门逛汉溪夜市啰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等一下逛夜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跟你讲美食介绍 但是你要在这个逛夜市的期间 逼妈妈做出三个秘密任务 然后如果你让她做出这三个任务 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金红包 第一个是你要逼她做猪鼻子 就是你可能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的钢板很多人都在跳我 对他人在跳我 第二个,你要她帮你按摩 这个更简单 是她帮你哦 这个更简单 不要整套的那种 他只要有动作出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可以可以 这个就可以了 第三个猜拳 你们的频道就出这么简单的 对,但是 你不要让她知道你有任务哦 我们等一下去逛夜市的时候 然后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小的秘密任务 总共你有三个秘密任务 第一个是你要让阿姨讲出成语 第二个是你要拿到你们两个的自拍 就只有你们两个哦 第三个是你要让她帮你插嘴巴 只有你有任务哦 所以你不能跟阿姨说 我有这三个任务要执行 嗯嗯 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要来逛汉西夜市 汉西夜市真的是久仰大名啊 每次只要来台中 台中人推荐就是汉西夜市 你不要常常叫我们做菜 应该带我们来吃吃 你怎么叫我们做菜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逛夜市的人 所以真的非常期待 汉西夜市有什么好吃的美食 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GO 你想说什么 我要送蛋大家要注意 它不是每天都有开的 对对对对 所以要看一下时间 我好期待哦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吃到十个 可以吧 可以的啦 可以的啦 那个怎么来的 哎呦你要缠捷吧 你要缠捷 等一下你缠着要付付了耶 来我们入口的第一间 这一间祖传凤梨冰 它有可以加鲜奶 也可以不加鲜奶 我觉得我们都喝喝看 都买看看好不好 我想要喝原味 好我们都买看看 谢谢你好你喝 哦不客气 啊你要付钱啊 哈是我付钱喔 欸你今天格外嗨喔 因为我宝贝啦 因为我同事都问我说 你要去哪里 我说跟我男朋友有约会 你是谷博文男朋友 你要 第二家来买这个方脸师傅 它有米血跟豆干 听说都很好吃 我吃鸡尾 你不要走我下来 没有这种的喔 30秒就好了 30秒 来 不要吹哨啦 我这样有很像 没有这里就好了 你这样我妈是你的鸭丸 碑女耶 碑女 好了可以啦可以 没关系久一点没关系啦 用帮你用 没有来了啦 来了来了来 我们一二加一起吃 我们先喝凤梨冰 刚刚买的祖传凤梨冰 那凤梨冰是多少钱 40块 加牛奶是加5块 45块 这是凤梨那一家的味道啊 它是凤梨刷冰 然后我几乎每一口都有吸到 一点点果肉跟纤维上来 然后它的甜大概是半糖左右 这是小碎冰啊 古早味 跟我高中的时候喝的是一样的 那你们喝喝看鲜奶 加那个鲜奶的味道 有没有更浓醇香 我很怕鲜奶把那个凤梨味道冲掉 因为它就会喝到 很多鲜奶的味道 所以你还是喜欢原味的 对我喜欢 不要加 哦 我喜欢原味的 你也喜欢原味的 我喜欢原味的 比较有凤梨香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喝水果加牛奶的话 你会很喜欢这一杯 因为它的果肉真的是 感觉是自己去熬出来的那种果酱的感觉 推不推荐 推荐 微偏甜哦 第二家我们要来吃的是方脸师傅的豆干 我跟妳讲 这一家我已经来吃过 你看它那个蒜满满 超香的 这个是我上次来买 没有买竹血糕 大家推荐我们 我们要来买到看 利亚在那个气口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豆干是有一个一个洞的 对跟你的脑一样 我跟你讲 你会说你要再去排 你慢慢排 浪费时间 我去排 你慢慢排 你慢慢排 那个辣度 对 这是小辣 而且它的辣椒是很像 不是死辣的 答对了 然后搭配它那个蒜 诶 等一下你先吃米血啦 不要冲锋啦 然后这个豆干一份是八十块 米血一份是七十块 豆干的蒜味不会到太像 可是它蒜存在感好重喔 这个是我重口味的最爱 它的豆干除了调味超厉害之外 它豆干本身也很厉害 因为它有点软Q软Q 然后每一个气孔 都有酱汁可以跑出来 敢吃辣的朋友要加辣 它整个整个会demo up 先帮我擦啦 我也不要咧 拜托你啦 快点它泡黑糖啦 这边啦 对角啦 你没有喂好啦 是你喂的 你没有跟我 这边啦 这边啦 这边擦整个 不是那种 再来它的米血 它那豆干后面稍微有一点点吃亏点 但是还是好吃 它是姜味有重的那种米血 带一点点麻油姜味的感觉 但是同时有点甜味 而且它的米血是软Q软Q的 它不会太硬 对 麻油三杯的那种感觉 但它麻油不会过重 拍片的人吼 对 要尽责 不要拍一半就跑去排队 嗨 人用尽责啦 方脸师傅超推的 大家如果要来一定要来吃吃看 你是故意抱黑糖 然后叫他帮你擦嘴巴 对啦 我是故意偏那个阿塞的啦 不能抬米血嘴巴都没脏 补充一下 我自己个人是投加鲜奶票 我也是加鲜奶 刚刚呢 我也是加鲜奶 所以我们年轻人都是投加鲜奶票 然后老人家都是投不加鲜奶 所以这个真的是个人口味 什么 没有啊老 没有啊 下一站来吃这个六六烧烤鸡排 这是妈妈说要必须要来吃 但是我在网路上也有看很多人说这些 一到夜市就赶快来排队 上面有很多口味 然后一份是八十元 它是炸完然后再刷酱 然后再放进去烤 妈妈小时候都不让我们吃 为什么你那么坏 因为小时候就很贵了 这种东西 不是贵是健康的问题 哦哦哦哦 我们叫的是干梅粉 再加一点点小辣 它会帮我们现切成小块小块的 我们在排鸡排这小辣 会不会太可爱一点啦 好可爱 我开车车 来我们现场来吃看看 哇塞 感觉很脆耶 它那是蜜汁呢 而且它炸鸡蛮厉害 因为它里面是juicy的 它虽然外面那个酱蛮厚的 可是它不会让皮完全烂掉 我已经忍不住了 我想要来先吃一口看看 这个是里面是有汤汁的 哇它的酱配干梅粉配什么粉 我觉得都很OK耶 为什么我们吃的每一道 我都自己想再去排队 欸这间也很厉害耶 等一下有很多间要吃 很强真的很强 它这间可以跟台北那个 四龄夜市那间比耶 我感觉它是夜市很厉害耶 我们这三间真的都很好吃耶 推荐推荐哦 我小时候在玩这个的时候 你都去排东西吃 不要在那边骗 重点我又没有让你玩 有哦 你这点都没讲 欸鸡排一致好评哦 真的一致好评 这两间咸的都好厉害 我打个广告 然后 等一下去买游饮喝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在吃豆干哦 姐妹吃豆干 我刚才没有吃豆干 姐妹很久没有见面 也是要聊聊天的 七里断金 哦 为什么我讲的那么普通的成语 它这么亲压啊 我亲压耶 这是不是偏人不告诉你啊 下一间就是葱饼四家 这个就是像这样子 你看 香肠外面包的是葱油饼 它说上面这个酱 是月亮虾饼的酱 不会辣 香肠黄金卷 一个六十块 干嘛这 它干嘛这样子这 对啊 我干嘛直接 干嘛这 等一下干嘛这 为什么它每一天都好好吃啊 因为刚刚有做功课 香肠不会很肥 我怎么这么晚认识这个夜市啊 它外面的葱饼是 虔诚的然后是脆的那种感觉 它这边像饼干了 然后里面的香肠 比较像那种 多多好香肠那种味道 这个很好吃 对这是放大版的 不知道你平常的size 大根的 要整吗 不用 放大版的 多多好 多多好 等一下啦 太歪了啦你们 没有我们都很在 是我一个人歪掉而已 不好意思抱歉 外面的饼很香 但是味道不会很香 目前没有踩到雷哦 对目前没有踩到雷 妈妈最近很累 对 你要烤一点这个饼 因为 你说这个现烤饼鲜柯是不是 我要补充一点饼 补充一点薪囊 薪囊 那我们去买好不好 刚刚看我google很久了 这家 我很想吃很久 你又google很久了 而且我也没有痛风 那走吧 因为不走好像也受不过去嘛 身体有点虚弱 虚弱了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价格 然后我们会叫一个仙科 一个蛤蟆 自拍啊 我们猜拳 你要先吃一口 虚弱 虚弱 哦 太漂亮了 虚弱 哦很可爱耶 要吃吃我 来我们的鹅仔上来了 然后他们决定要拆拳 来吃口干 1 2 3 3 3 有这9拳吧 好那你吃吃看 它不会太小喝 但是也不是大喝的那一种 然后这个是我们点的烤蛤蟆 蛤蟆它是有鲜味 但它烤不是烤到全身的 它感觉是七八分之手 如果你很喜欢吃那种生蚝蚵仔的人 我会觉得是OK的 我也觉得是OK的 它每一颗的size都有那种中的感觉 那种小小的 但也不是说特别大 蛤蟆很鲜欸 蛤蟆我也觉得很鲜 而且够饱满 够爽 就是有那种咸咸的海水味 要烤的东西不能不咸咸啊 话咪的咸得超差别啊 推不推荐 刚刚 推荐 推荐 很推 很推 你们这样吃 就这样都要走了啊 他想要吃一份夜市牛排 我还很饿欸 拜托 没有 我们还要去陪你逛 你不用担心 我还想去吃牛排勒 你们怎么都不慢慢走慢慢吃啊 我真的还饿欸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你吃这个蒙古烤肉也OK喔 OK 你吃一人吃两人不要 你不要一定要暗示啦 下一站我们要来买这个烤玉米 它可以选Q的 软的 硬的 焊烤 然后这样子刷上这个酱 看起来就超好吃 大姐跑来这一间买香蕉煎饼 太老爷 香蕉煎饼 来了 吃吃看 炸物啊 吃腻的时候对不对 吃腻了来一份 这个一份是65块 然后如果你加奶茶 套餐的话是110块 给大家看一下 它中间是满满的香蕉馅欸 比一半香蕉煎饼再脆一点 它有点像蛋饼皮 直接脆到很像炸过的感觉 它鲜鲜甜甜的 奶油加煉乳的那个味道 上面的棉花板不用钱 欸 很好吃欸 老爷 太老爷 要来吃 太老爷 可爱的店员 可以吃下一份的吗 可以啊 玉米 我们还买了玉米 你可以看到它真的是 炭火烤到它的焦都 感觉都出来了 但是它一根有点贵 这一根要160 可是它是蛮大根的啦 它真的很长一根 这种重大根可以吗 大姐 这可以 这个也好 就是啊 这基本 基本 也不知道 欸 它大道要两只叉子叉欸 玉米Q 酱料香 那个酱香我不会讲 就是很香啊 刚刚会讲 刚刚我们很专业 我回去 我觉得老板 你觉得呢 我觉得老板很厉害 因为它在烤焦跟焦香味之间拿捏得很好 你看它已经焦焦的 可是你吃是焦香 不是烤焦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酱是有点点带一点甜味 然后一点点沙茶味 然后它里面的玉米是QQ的那一种 你看 有没有专业 它现在训练三年的很厉害 所以你常常训练我 我常常要常常来焦西亚 好 它的香味是你把玉米吞下去之后 嘴巴里面还有焦香味 对 然后你们回去加辣 看有没有更好吃 然后没有 你妈妈现在再拿去给它用辣 因为她刚刚有说不够辣就来用 我们要来买这个印度阿山甩饼 它这个真的是现感现做的 这看起来就超好吃 我们是叫这个咖喱加起司的 一份是70元 最后呢 我们来买一下这个一眼黄金豆乳鸡 我们叫的是五支招牌鸡翅 然后它这边还有鸡丁 鸡薄 然后也有薯条 它这个翅一支才25块 超级甜点 我们来吃吃看我们刚买的印度甩饼 跟我们的豆乳鸡 很香 胡椒味很重 对 香味 你闻看看 它里面感觉很juicy 有入味吗 我第一次吃 有入味 难怪要排队 我每次看人家排队 我走过去我看人家排队 我想说 啊不就是炸鸡翅而已 为什么要排成那样 我们刚刚有跟方莲的那个老板聊天 然后他说一眼的这一间是炸的比较干的 然后礼品另一间是比较juicy的 看你喜欢哪一间 看大家比较喜欢吃干一点的 还是喜欢吃juicy的 我刚刚说我喜欢吃加香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来买这一间 那它外面真的炸的很粗脆 然后我觉得它胡椒味也很够 它的胡椒味很香 对 跟一般的胡椒不一样 有的是外面有味道里面没有味道 它很入味 很推荐 等一下来学MVP好不好 各位小朋友们 好啊 我们的阿三甩饼 里面有毛豆还有起司 外面说里面有毛 哈哈哈哈 讲话乖一点啦 毛豆啦 跟你讲我是甩饼达人 有 有印度味 也有 有印度 我没有住过新加坡 有印度厨师做出来的那个咖哩香味 而且它的咖哩不像台湾 就是很单一的咖哩味 但是还有很多印度香料 它印度甩饼我吃起来 它有一种蔬菜的甜味 就它跟我讲一下 就是印度的那种香料味 很重很重的那种不一样 是不是你会有点吃到那个果香 对 水果还什么的甜 蜂蜜还是什么 你有吃到吗 不是你喝的水果茶 不是啦 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印度香料的厉害 然后它外面的那个饼 我觉得是它的那个招牌 厉害 它就是干干的 然后你咬咬会香的那种 没有 我们今天的结尾就是 我们大家做一个猪鼻子 那谁最像猪鼻子的人 就是有红包可以拿 哦 是 对 是最像猪的人哦 啊好可爱哦 3 2 1 好那我们恭喜我们这一场游戏 美瓶获胜 耶 美瓶不是美华 其实他也有他的任务吗 蛤 我不知道啊 你知道你们其实两个都有任务 但是美瓶你先完成了你的任务 是我先完成不知道啊 你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吗 你猜猜看 猜不到啊 猜不出来 因为他今天 他今天 我今天已经忙着吃东西了 我哪有时间 他整个人都慌掉了 可是你很厉害耶 他很快就把他的任务完成了 对啊 他们骗你他们也骗我 对 其实我也有我的任务 你有发现吗 其实阿姨也完成了两样 真的吗 对 你觉得你猜得到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任务 其实设置得很好 我们就是初一 都不让人都不知不觉 对不对 没错 他的其中一个任务是按摩 叫你帮他按摩 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了 让我讲一下好不好 天仙最有六个笑 这样 我想说为什么你们在欢呼什么啊 对啊你刚才跟着一起欢呼 不是 我以为你们假装在替他欢呼 哦 天仙的奖励 恭喜 又是你获得 又是你获得 天仙就是羊嘛 羊羊 最后 天仙 最后我们来票选一下今天的MVP 虽然今天的东西都非常好吃 一 二 三 豆干 豆干 方脸 对方脸 豆干 豆干 三个豆干 一个豆乳鸡啊 其实汉西夜市有惊验到我 因为我们就是跟别的夜市一样 我们就做功课就过来了 然后我们吃到的大概10家左右吧 无雷 都觉得蛮好吃的 全品像无雷 平日来其实人也没有多到炸掉 你买个东西等个5分钟以内也OK 5分钟10分钟差不多 我会为了他跑来汉西夜市吗 我会为了六六鸡排想再来欸 哦那个我不会 可是这个这个我有吓到 我有吃到我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很推荐大家来汉西夜市逛逛 难怪台中人都推荐我们来这里逛逛 为什么会常来哦 谢谢台中 谢谢汉西夜市 谢谢李好李有同伴 下一集见 拜拜